大家好,这里是火星的花园 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有机肥的配比方法 然后还有它的使用时机 最近呢,有很多花友都在给社群啊,月井苗换盆 就有很多花友问我里面放我们自己欧制的这种有机肥要放多少 或者还问了我骨粉可不可以放 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 首先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用到这个有机肥 首先啊,第一个就是像春秋期在植物快速生长的阶段呢 我们需要给植物换盆 在换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有机肥拌在这个土里面去用 然后配比的比例呢 如果你的苗是小苗,就是刚扦插好的小苗 换到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盆里 像这种我们在配的时候 它用的有机肥的量是一份 然后可以配十份旁边的这种营养土 但如果你用的苗是大的,大一点的苗 就像那种一加轮两加轮的苗 再去给它换一个更大的盆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用的有机肥的比例呢 可以调整到三份甚至四份 然后再配十份像这个样子的营养土 这个呢,是第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直接把有机肥和营养土拌匀了之后 或者是像我们有一些花园用的田园土 把它们拌匀了之后,直接去种花 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在换盆的时候 可以这个样子来操作 我们可以先给盆底呢,稍微垫一层土 然后再垫一层像这个样子 一定要是凹好的,已经完全腐熟好的有机肥 才可以用 就是直接这样子 我们给它薄薄的撒上一层 大概一公分厚的,像这样子的有机肥 之后呢,我们切记一定要再垫上一层这个土 避免让这样子的有机肥 直接跟你换的这个小苗的根系接触 上面一定要再放一层土 我们以这个三角煤为例 换盆的时候呢 像这个样子垫好了之后 把它放进去 之后用营养土给它种好就可以了 像这个样子就好了 如果是这样子种的话 切记我们一定不要让根系直接去接触有机肥 中间一定要再隔上一层这样子的营养土 然后呢,还有第三种情况 就是我们像这个样子 它已经栽种好的植物 像平时,因为这个有机肥它有缓解通常板结的作用嘛 我们发现这一盆植物 你看到它这个土有一点板结了 我们还可以这样子做 就是找一把小桥或者木棍 可以在旁边挖一个不是很深浅浅的一点钩 然后抓一点点有机肥把它放进去 之后呢,再把它埋起来 像这个样子 像这个样子打这两架轮的盆 我们大概挖上三个小坑 给它埋一点有机肥进去 像这个样子去解决它的土壤板结呢 也是可以的 以上呢,就是有机肥的三种使用方法 就是有花友问呢 里面可不可以加一些骨粉 是可以的 因为骨粉呢 它是用一些动物的骨头打磨之后 成的粉里面是有丰富的 磷元素和钙元素的 它也是能够提高植物的抗性 然后也有花友说 可不可以撒一些318S 318S呢,就是缓氏肥 也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用第一种方法 就是把有机肥拌进去的时候呢 也可以把缓氏肥同样的一起给它拌进去 或者是我们在种好了植物之后 把缓氏肥给它撒在上面 也是可以的 就是说这个有机肥呢 它只是能够起到一个低肥效的作用 就是有机肥呢 它虽然含有大量元素和一些重量元素 但是呢,它释放是非常缓慢的 里面的肥效呢也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其实也是需要配合着水溶肥和缓氏肥去一起使用的 而不是说就是我们单一的去用了有机肥去种花 就不需要再去吃水溶肥了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是错误的 嗯,还有就是花友说 就是我之前讲过的第二个方法 像那个样子会不会是直接一层有机肥铺在那个地方 然后根系扎到有机肥的那一块土壤的时候 会不会因为那里肥比较多所以会产生肥害 是不会的 因为有机肥呢,它释放量是非常缓慢 然后是比较持久的 嗯,它的肥效是比较低的 所以呢,不会产生肥害的 除非是你用了非常非常多 我特别大一堆给它放在那里 像刚才那个样子少量的放在那一层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不清楚有机肥使用方法的花友们呢 可以仔细看一下今天的视频 有机肥只要使用证券呢,是不会烧描的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觉得我的这期视频有用呢 就点赞关注转发吧 如果有其他关于养花的问题呢 都可以在视频底下留言 我看到的话都会回复的,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